来到青岛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青岛老城区的房子很多都是这样的石头盖起来的 让我们走近看一看里面啥样子 在房子的屋顶上看到一只小猫 街道两边的围墙也都是用石头勒起来的 感觉青岛的老城就像一个石头城一样 一家家住户的烟头 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家里的平房就是这样的 青岛老城区房子的建筑给我的感觉有点像重庆 每天都需要上上下下走过很多台阶 很多房子的门柱也都是用石头勒起来的 这个楼梯直通二楼的别墅 在这栋别墅的下边还有一个长长的楼梯 老城区的房子很多都是这样的 房子一山二建 路也是一山二修 如果这样的街道 这样的房屋 来我的家乡黑龙江的冬季 那么出行将是一件很麻烦的一件事 这里是青岛的气象局 青岛的每天的天气预报 可能就是从这里发出去的了 街道边这里在整修路面 这里是一栋楼的入口 这个入口很矮 我通过这门口需要低头才能进去 在青岛有五条以龙命名的街道 浮龙路就是其中的一条 街道两边架在空中的管线 这样的景象只有在老城区才能看到 老城区的很多院落都是开放式的 民居的衣服可以随意的挂在街边 使老城区充满了融融的烟火气息 老城区的街道停满了私家车 老城并不宽的街道变得更加拥挤 这里很少能看到被铁丝网拦住的建筑 听说在老城区的房子也有些日本人建造的 在铁丝网上看到一种带刺的植物 这个上面长了一种红色的果实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这个树叉上长了很尖的刺 这又是一栋民居的院落 台阶的两边应该是两家的住户吧 这是另一家院落 这户院落的围墙只有一米高 站在围墙外面就可以看到院落的样子 院落里种了一棵树 在青岛的冬季这棵树上竟然开了花 每每看到这样的小平房 就会想起我小的时候家里就是这样的平房 来到了青岛最喜欢逛青岛的老街 看青岛的老房子 这里似乎有看不完的风景说不完的故事